当播足球快讯2022年2月10日 热刺盼取修咸顿 星期四凌晨应超多场比赛同时开打 其中一场是热刺主场迎战修咸顿 上轮联赛热刺输给车路士 结束联赛两年胜 不过球队自从去年11月以来 在联赛中紧输一场 整体表现仍算理想 今次面对近况欠奉的修咸顿 热刺有望在主场获晒三分 虽然由热刺近六场比赛来看 表现并不出色 期间三战车仔都以输波告终 但不可以不承认的是自从干地上任之后 热刺的表现有点好转 目前热刺以11胜3和6负的战绩 排在英超第七 在干地执教热刺的17场比赛当中 战绩为10胜3和4负 胜率接近六成 而正正在他接手热刺之后 球队一举获得9轮英超不败 其间战绩为6胜3和 孙兴文、哈里卡尼 同史提芬贝维恩等人 在其中都发挥出色 尤其是史提芬贝维恩 在在面对里斯特城一战中 上演梅开二道 短时间内帮助球队由落后到逆转 而前十轮联赛紧攻入一个英超入波的 哈里卡尼 在干地执下也找到入波的感觉 他目前已经攻入五个联赛入波 成为球队二号射手 其次 热刺今季主场战绩也非常可观 前十个主场比赛 他们拿到七胜一和二负战绩 是联赛中主场抢分能力第五号的队伍 由此可见 他们助阵主场如虎添翼 即将迎战修咸顿 热刺有望利用主场之力 斩获各项赛是两年胜 在阵容方面 后卫查佛坦根加 同中场奥利华史基普等人 因伤无波踢 客队方面 尽管修咸顿今季表现比起上季有点提升 但球队至今 是联赛中的表现 依然可以用平庸来形容 踢完22轮英超 修咸顿录得5胜10和7负的战绩 有25分牌在联赛第12位 以占士和特普罗斯 同查亚当斯领衡的中前场 目前已在英超中 共攻入26个球 军场拿到1.18个球的数据 比起上季亦稍有退步 而且球队防守近期亦错漏百出 值得一提的是 修咸顿最近11轮联赛 都未能力保球门不失 如果胜徒在防守方面有所提升的话 球队成绩必然 能够有显著的提升 不过从修咸顿近6场比赛来看 他们最近并未处于最佳状态之中 上将足总盃的比赛中 面对低组别球队高云地利 也未能在90分钟解决战斗 需要通过加时才知惊险过关 另外修咸顿近6次作客 对阵热刺息数落败 状态和心理层面 都不占优的情况下 修咸顿今次确实不应该高估 在阵容方面 门障麦卡飞 和前锋亚曼导堡查等人皆恩商无波踢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 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